好家伙 四点半排了48桌 大家好 我是程飞 每次吃料铁板烧这类自助啊 都有人会跟我推荐大鱼铁板烧啊 正好昨天有个小伙伴跟我说 这家店新店开业 只要218一个人啊 那咱今天就来了 可以看出来这人非常的多啊 而且刚才发现 这他们的这个打印机的这个名字 还是上一家店的名字啊 那咱先慢慢排着 一会儿看看怎么样吧 开业优惠 排到了七点钟 总算是能吃上了 点餐就是常见的扫码点餐 看着这些食物在自己的眼前 一点一点被烹饪到熟 真是很期待啊 干杯 好淡啊 铁板还要等好久 先尝尝它的刺身板 这个三文鱼看着纹理就很不错 吃起来也是肥美鲜嫩 忍不住多吃几个 脂肪的香气非常的足 北极背 标准的脆弹 嚼起来有韧性 这个叫火龙虾 看着短短胖胖的 以前没有吃过 这次尝尝 虾子很鲜 得有微微的腥味 吃完嘴里回干 虾肉不同于牡丹虾甜虾其他虾里刺身 它的虾肉有很强的韧性 用东北话说 嚼起来耿揪耿揪的 牛舌 点一份就是一片 嚼着非常的Q弹 黑胡椒的颗粒 研磨的比较大 口感明显 调味儿 咸淡适中 很不错的 甜虾刺身 很新鲜 吃起来鲜甜 日料店标准的水平 这个鹅肝 由鹅肝 芒果 面包片组成 我吃过别家的鹅肝 是夹在中间 可以直接接触到面包 面包吸收了过于的油脂 体验会好一些 他家这个 稍微的有点油 不适合多吃 这个鹅肝 充分体现了 谢谢 脂肪类食物的 飞魅啊 芝士虾球 底边直接就是那种 咸咸带着微甜的芝士酱 这是那种 芝士鸡排里 加的那种芝士啊 虾味儿有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这是什么 海蛇 脆弹爽口 非常醋的酸味 开胃又解腻 点的东西陆陆续续上来了 铁板羊肉串 就非常嫩啊 贴胶口的 完了这边撒着些自然 很少有日料的羊肉串 能做的这么好吃啊 弄了一条 软嫩不吃弹性 没一口咬下去 这肉里也都碰出汁了 炒鰻鱼 薄也没有 非常那么厚啊 这个薄的好像是另一款 星蛮 按理说星蛮是比蛮鱼要高级一些的 但这个吃着有点薄 还带着好几根刺 就我而言啊 感觉体验不如普通的鰻鱼 凤尾虾 不带壳的虾 吃着就爽啊 尾部还是带了一点点壳的 但是壳也酥的 可以直接吃 黑虎虾 第一波都满了 如果你刚刚点了一个菜 正好就是现在铁板材上正在制作的 那你可能短时间内吃不到了 需要等下一轮 但是如果这个菜还没做 并且后厨很快给你准备上了 就可以很快吃到 虾肉非常的大个 吃着十分过瘾 台北虾 这个虾它就缺少一些 酱汁的调味 吃着比较干 没有其他的虾好 它这个百香果 是浓缩的原浆 对的啊 我说你开始那么稀 现在这么虫呢 还没给搅拌均匀 它这个铁板的蒜 也很好吃啊 羊排 好了啊 羊排带着好多筋 不是特别好调 而且这家的调味稍微的有一点点重 它这个龙虾沙拉 它这个龙虾沙拉 虾味还是很重的 配上咸甜口的酱汁 本身已经很出色了 又加了一片薯片 正是点睛之笔 干脆的薯片和沙拉的酱 在嘴里形成对比 它这个薯片就很强调了 跟龙虾的沙拉 这个虾肉 结合了 烫烫 好像是蜗牛 跟萨利亚的蜗牛相比 萨利亚呢 就比较偏干 然后这个是软嫩的一些啊 但是味道上 咋说呢 可能蜗牛的上限就比较低啊 它上面挂这些菜都挺好吃 但蜗牛本身感觉 不是特别出色 这个汤汁咸咸口的 然后里边的油 经过这铁碗的一个叫 加热烹制吧 反正是吃着很香不腻 但蜗牛本身感觉不是特别出色 这个芝士虾球刚才第一个 露了红萝芝士 这次咱一口闷 谢谢 这吃着吃着牛肉 他吃过来了 绝了 这芝士完整的 完整的留在嘴里 哇 那感觉太棒了 某种牛排也不知道是什么部位啊 肉块贴得非常大 肉汁非常的丰富啊 铁碗比常见的黑椒口的调味儿 但是稍微还也是有一啾啾偏咸 刚吃一块肉就特别想喝水 肉块多汁但是嫩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汁嚼出去之后 再嚼这个肉就稍微有一点点吃牙子 我们来说还是可以说是优秀的 又点了份丰尾虾 刚才说这个开片虾有点擦干嘛 然后我在桌子上突然发现了 这个黑椒汁 咱是配着黑椒汁怎么样 这个一半我是没蘸汁吃的 刚才第一个是蘸汁吃的 蘸汁吃的之后 果然这个就不干了啊 多汤一个果然还是正确的啊 咱不能冤枉人家 铁板扇贝 颜色癟 以于蒜蓉扇贝的基础上加入了黑椒透口 这口味还挺新奇啊 原来像这杯壳里的这个摊 也特别的鲜 被肉钻不上特别的大 就是正常的大小 又剪了一杯百香果 看看这次菜就咬没较匀 比上杯好点 点了个口膜 里边这个摊是精华 它这个摊是烤制的过程中 口膜自己 自己的水分吸出来的 这个摊可不是倒进去的 这点是跟蘑菇汤似的 非常鲜美 这个鱿鱼是我的 好谢谢 尝尝铁板大鱿鱼 大鱼非常的 肉弹 觉得嘴里脆弹腆弹的 不过这个黑椒汁吃多了 到现在有点已经味觉疲劳了 大部分的荤味都是用黑椒汁调味 吃着有点味道过于单一 这个鱿鱼虽然很好 但味道上我感觉不如那种 街头的铁板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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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毕竟是一个人给一整锅做嘛 谢谢 所以就是等着有点不耐烦了 咱这个冰激凌的环节提前了 香炒奥利奥口味 它这四身品质不错 又点了一份 第一波点的牛上脑 牛鱼总算来了 烧嚼着稍微的有点费牙 然后口味也就是 因为都是黑椒汁调味嘛 你吃久了都会感觉这个口味单一 上脑牛排同样是 黑椒的 它就会感觉吃着 稍微的软一点点啊 刚说完软 吃着一口带筋的 奶油蘑菇汤 蘑菇的鲜味很足啊 奶香味差了一点点 而且我个人啊 更喜欢浓稠一些的 这个稍微有一点稀 对我来说算得上好 但是算不上特别优秀 油莲芝士蛋糕 当空冰箱里拿出来 还冰冰的 奶油还没完全化开 能感觉到略微的冰汁 牛排香味还可以 比例不是特别高 芒果 也没啥可说的了吧 酸中带甜是一个姜姜熟 但是没有熟透的这么一个状态 感觉这个龙虾沙拉非常不错 就点了四个啊 上次吃这种带薯片的时候 我给他的评价是 左行去掉薯片会更好 但是他家这个带着薯片 反而体验会更好 他这个拌着酱 反正你要单吃的话 会略微有一顿腻 这个干脆的薯片 反而可以中和掉这个腻 让口感多一个层次 炒香蕉 炒香蕉也用的是黑椒汁啊 乖乖的 又甜又咸又刮又油 接受不了 接受不到非常口感 牛舌 点了整整十片 这牛舌口感 感觉比牛林要好很多 这冰箱是软的嘛 炸米饭 牛肉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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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烤的啊 重来一遍 牛舌寿司 中来一遍 牛肉寿司 烤鲨 焖鲨 鱼 这次这个扇杯肉比较大 这是正常大小 这个大 扇杯肉稍微的有点绵软 不是特别的弹 谢谢 生蚝 生蚝个口还是很大个 也很肥美 这是挺过瘾的 泡菜五花肉 感觉这个配米饭应该很绝配 谢谢 您放吧 泡菜五花肉很配米饭 说实话 这泡菜五花肉 单吃 反而没有拌饭好吃 吃水虾球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又点了四个 又点了两个肝 这鹅干这一轮做的能先比我第一次点的鹅干要咸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这厨师大叔已经累了 毕竟现在8点50了 人家从五点一直干到现在四个小时 可能都累了 吃一个水果 这又来了好多肉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再点碗饭 配着肉吃 8点55 50下班了 一碗饭 一碗汤 一份铁板洋葱 一个铁板虾 一份水果 一份炸物 这顿饭很健康啊 大鱼铁板烧总共吃过两次 一次是这个 一次是南开大月城的 给我的体验印象都是挺不错的 生食刺身方面肯定没法跟四五百的日料相比 铁板烧水平在200块钱这个价位里 也已经做到极限了 那种特别经验 好吃到无敌的产品 屈指可数 但是整体吃下来 让你大呼采雷的也基本上没有 可以说是出品非常稳定 想吃铁板烧 不知道吃哪家 来吃大鱼就没差问题 像是调味都是黑脚口 吃多了会觉得味道单一 这也是大部分铁板烧共有的问题 所以不同菜品穿扎着吃就可以了 你好 您还加餐吗 能点是吗 还能点 现在点完我就给您备餐吧 行行行 点几份呢 十五 啊 十五份 行 要不然别削皮了 直接切开我自己吃了吧 人家厨师都下班了啊 就点点不需要太麻烦的吧 然后也让人家没削皮 在那直接开动了哈 最后再说一个值得吐槽的一点 刚吃不久 隔壁桌的人问 草莓汁怎么这么久还没上 有一个服务员回答说 草莓汁需要先榨 请您稍等一下 后来我也点了一杯草莓汁 也是好久没上 我就跟另一个服务员说 要不别给我榨汁了 直接把草莓给我拿过来就行 然后他回答我说 都是榨好的 没有现成的草莓 那说明什么 这两个人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大家好 谢谢 其实还不够 就这样吧 谢谢啊 谢谢啊 行 行 行 谢谢 人家这会儿开始收摊了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观看啊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您大家好的胃口 那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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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